等一下 赵姐有话说是吧 你现在愿意跟我聊聊吗 不可思议 因为那时候我以为是要 要走 所以没有想到说 刚刚要选的男生 他自己站起来 你选了两个啊 我选了两个 很难做抉择 但我看到了 隐藏人上去告白了 看到他被告白时的反应 包括说他拒绝隐藏人时的一些 优雅的一个姿态 一个处理方式 都是让我觉得之后 我想要上去跟他告白的一个 加分项 我看你一直踩在地上 所以说会很冷 要不踩在报纸上吧 对吧 可以踩上面 你再踩上去 不要再会暖和一点 我可以问 为什么会喜欢他不喜欢我了吗 因为刚才你有问年纪的问题 我刚才不是说 我不喜欢勉强 好像感觉你不喜欢大姐姐 所以我刚才 就选择许识 好 那我想问第二个问题 就是 我现在站上来了 你会考虑我吗 我为了许识做这么多 他还肯跟我表白的时候 就是很惊讶 很惊讶 对 我刚才为徐世作这么多 你介意吗 既介意又不介意 你为其他男生做了什么 我对爱情也有我自己的执着 我 这是我在这个台上 也是我人生第三次的告白 第一次呢 我看到一个女孩子 她有对梦想的执着 我很心动 我就上来了 然后我被拒绝了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告白 但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但是我今天 是专门我有一个人过来 不好意思 第二次呢 我看到一个女孩子 她有着对着爱情的憧憬 我又上来了 我又被拒绝了 最最打动我的点在于说 就是大 就是你脑海中对于爱情的样子 干脑海中对于爱情的样子 带我走吧 我没有自信能够成为你的最好的朋友 所以谢谢你 我有三个点 第一个点呢 是思想要独立 你有了 第二个点呢 是心怀善念 从你刚刚的感性的一些状态 我觉得你也有了 第三个点呢 说实话我不知道 我一直说 女孩子要学会拒绝 我那时候想到说是 她太夸奖我了 你有这么多证书 如果你真的觉得 愿意跟我尝试的话 我也愿意为你放弃 所谓的 我执着那些东西 我想跟你加一个证书 愿意尝试 结婚证 愿意尝试 结婚证 有没有怀疑她 只是我怀疑我自己 能不能去符合她 这三个她要的 女生的要求 因为我觉得 可能我们年纪差很远 对我来说是件 很重要的事情 那同样 我觉得这是一段 接触的开始 就是说有想过 尽力地去接触 确定吗 不会后悔吗 真的吗 差九年 我也一个人生活17年了 你不怕别人的眼光吗 I don't care You sure 第一个点呢 是思想要独立 第二个点呢 是心怀善念 你有了 Are you really sure I'm really sure 我愿意为你放弃 所谓的 我执着那些东西 然后她说很肯定 很肯定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 我的心就开始 有多点的信心 也开始心动 我想给她一个不一样的牵手 可以过来一点吗 第一瞬间我是有点懵的 因为好像觉得转变来才突然 你刚刚在特别看的时候 你真的 真心为你觉得 很开心 就是 嗯 我要评估一下 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在台上一直很会说 包括刚刚那个 你也知道说的最多 就是恨假 但现在呢 其实 我觉得 不用说太多 我想要爱情 我会去争取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舞台 能让我来 能够吸引我最大的魅力所在 所以 我不说了 我相信杰哥一定会照顾好你 因为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 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杰哥连续好几天 每天都跟我打电话 我觉得他能成为你心灵的避风港 我祝福杰哥 要快乐 那我是想说说影之 说真的啊 就是刚刚你在下面 然后你问他你确定吗 我从监视器里看到你的眼神 你知道吗 就是 我想我非常懂你的心情 如果说 赵杰很有勇气 我觉得影之更有勇气 所以 影之 你真心的祝福你幸福 你的证一直拿在我的手上 影之 我相信你 一定会幸福 谢谢 你要相信你自己 谢谢大家 而且我觉得爸爸妈妈也都会看到 配得像这样的幸福 好吗 好 所以 我们再次祝福 赵杰 祝福影之 要幸福 所以 要拿双鞋 爸爸 或者你抱他下去吗 体现男有力的时候 对不对 这里 希望再加一个证书 然后这颗心 他的心也给你 我们努力 要幸福了 要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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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